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美貿易的要求清單做了書面回覆 但消息傳來這書面回覆 未能令美國的代表滿意 究竟兩國元首在這個月底 在阿根廷會面的鋪墊 會帶來正面或負面的影響 似乎這個消息傳出來相當混亂 這個消息最準確是怎樣的呢 這個鋪墊需要一份所謂的清單 中方需要回覆美國 究竟是否按照美國的要求去做 但這個清單似乎 消息指雖然是第一次回覆 算是一個突破 但美國向中方提出一連串很長的 貿易方面的要求包括譬如說 是否要求中方採取措施 在2020年底將中美貿易的逆測 削減2000億美元呢 又或者會不會停止向中國製造 2025涉及高科技技術領域提供補貼 和支持呢 即是叫它停止了 它沒有補貼怎樣做呢 又或者是將非核心產業的商品的關稅 降到不高於美國對同樣商品的關稅水平呢 加上改善市場准入有關系列措施等等 據外媒的報導說中方是回覆 美方涉及貿易關係的內容是沒有說到 美方最關切的結構性改革議題 沒有涉及到美方最關切的結構性改革議題 彭博的報導說中方提出大部分的措施 其實北京已經在做或者開始實施 或者承諾實施 例如某些領域的外資比例的上限 是否可以提高呢 但是否提高到超過50%呢 但是對於中國的產業政策 例如中國製造2025要停止補貼城市之助 對不起 中國是沒有任何回應的 根據另一個外媒 路透社說中方的書面回覆 基本上是重申了以前已經做了承諾 換句話來說是沒有任何新意的 問題又來了 將這個波踢回美國之後 美國是怎樣回應呢 在美國裏面有兩個截然不同的態度 第一個態度就是中方這個回覆 算是破天荒第一次 用書面回覆到美方的要求 儘管這個回覆 跟他已經公開了的承諾 或者公開了的做法 是沒有什麼新意的 已經是舊調重彈的事 他公開的承諾 公開的做法是否真實這樣做呢 不知道儘管是如此 但美方談判的溫和派就認為這是一個積極的訊號 就說美方曾經說過 中方如果沒有作出正式答覆 就不會進行有意義的談判 如果現在回覆了 華盛頓和北京是否可以 根據這個回覆再進一步談判 然後接下來劉鶴就會飛去華盛頓 跟美國的代表談判 然後令中美兩國元首阿根廷 可以簽一個協議呢 中國商務部發言人在記者會裡面說 他說 北京和華盛頓已經為解決貿易爭端 恢復了高層的談判 但發言人沒有就媒體報道 有關中方就美方去信書面回覆 做任何回應 但強調中國是真誠向世界開放市場 而且中國是擁有巨大的進口市場 在華盛頓負責談判 有關於財長和北京經濟委員會主任 傅德羅對媒體說 美中之間在各層面的溝通已經展開了 而且財長的老鶴也說 跟國務院副總理劉鶴通了電話 這兩位傅德羅和武鶴 在特朗普的內閣是鷹派 主張繼續跟中方 即使他沒有具體的承諾 也沒有新意 會跟中方繼續談判 而且極力希望在月底的 中美兩國元首會面 簽一份初步協議 但是在特朗普的團隊裡面 當然有鷹派 包括總統貿易顧問納瓦羅 早前警告華爾街的大亨 不要擾過總統和中方談判 否則會令特朗普的貿易政策 前功盡快 庫德羅公開指責納瓦羅 說他不代表總統的意見 是他個人的意見 這個鷹派通過輿論 通過其他方式 力速特朗普要強硬對付中國 另一個是貿易代表 就叫做萊特希澤 萊特希澤 其實跟納瓦羅的想法一樣 說美國仍然是相當大的空間 繼續向中國施壓 直到他答應美方的要求為止 好了 這是一個好客觀地 將美國的特朗普團隊的分歧說出來 現在最新的情況就是 中國真的回覆了美國 但是回覆裡面 第一是洪無新意的 那些是公開的承諾 或者是公開做了的事 私底下是什麼呢 大家不知道 第二就是最關鍵的 所謂產業結構的問題 中國製造2025 美方要求不要繼續補貼 或者支持 中方完全沒有答應 完全是一個字都沒有提到的 在這樣的情況下 現在的波就交給美國方面 在美國方面就有兩個層面 有兩班人 一班就是鷹派一班鴿派 大家都想向著自己的方向 這個中美談判向著自己的方向走 究竟鷹派的影響力會大一點 還是鴿派的影響力會大一點 最後就是特朗普拍板 然後才做定論 那個分析就是這樣的 因為中方的所謂退讓 現在看得到不是那麼簡單 你說叫他退讓就退讓 在中國整個政治結構來說 這個退讓意味著 當權者的權力可能會受到很大的挑戰 因為他吹得很大 又說自己奉陪到底 又說大國崛起 又說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 他怎麼能夠在美帝國主義的壓力下 屈服和低頭呢 絕對不能這樣做 在這樣的情況下 美國做了什麼打算呢 他只有兩個選擇 一個選擇就是鴿派的主張 繼續談判 繼續某程度上跟你簽一些協議 然後謀定而後動 會向你繼續施壓 又或者在其他方面施壓 除了貿易之外 包括我剛才一直都說 美國其實有很多手準備 在這些高科技公司 逐間跟你拆骨 這個司法部可以做 商務部可以做 即使你不再補貼中國製造2025 你不答應你繼續做也好 他們也可以針對中國製造2025的核心 或者龍頭的產業 如果發現你是拿著美國的技術 不過你是違反規定的 他們就可以逐間拆你 也用另一個方法 可以將中國製造2025 至少部分 發展的部分可以壓制下來 這可能是一些鴿派的想法 鴿派是很簡單的 寸步不讓 繼續捏你 趁你病 拿你命 現在中國的經濟不太行 即使沒有中美貿易戰的情況 也在向下壞波 債務問題很嚴重 泡沫隨時會爆破 無論是銀行之間的債務 銀行和企業之間的債務 這些循環的債務 是非常嚴重的 而且樓市股市一直在下跌 情況下 在美國 雖然沒有這個字 在美國這些鷹派眼中 遲早會滋爆 如果美國再加一腳的話 在貿易戰上繼續寸步不讓 這個滋爆的步伐 可能是步步會迫近 變成一個現實 所以鷹派的主張就是千萬不要放鬆 還有向他施壓的很大的餘地和空間 這就在 放在特朗普面前 有兩個選擇 我不是 照公開的消息去做一些推斷和分析 我不是特朗普團隊的人 也不想做這個算命先生 我不知道他最後決定是怎樣 我們要分析這個問題 可能就是 看看劉鶴 會不會 在這個月底前 會飛去華盛頓 直接去跟美國談判的代表 譬如說 財長去談 會不會 老陰或者庫德羅去談 如果會的話 我們看到意味著 特朗普可能某程度上 是傾向這個甲牌的想法 因為劉鶴 是在中國的財經 財經官員是最高級的 這不是最重要的 最重要的是 他在中美貿易的頭判裡面 是習近平的權代表 即是 見劉鶴就如見習近平 如果在中美問題上 沒有任何協議有機會達成 劉鶴就不會飛去 所以劉鶴飛去美國 是一個很重要的指導 去說明 接下來 這個談判會是怎樣 但是 在美國的智囊是這樣分析的 無論是鷹派 夾派誰最後 拿到特朗普的同意 照他的路線走也好 第一 整個中美的爭端 不是 只是貿易的問題 即使是貿易的問題 也不會是一次過 兩國元首握手可以解決 這個是枝極一 爭端 如果是說不同的領域 是相當多的 高科技 知識產權等等 亦都包括軍事的問題 在軍事上的爭端 是極度嚴重的 尤其是在南海的問題上 我稍後回來會說 副總統彭斯 去了東盟會議 然後接下來會去 阿太經合會議 彭斯在東盟的峰會 大家知道東盟在南海的問題上 跟中國有相當多的 領土上的糾紛和分歧 他在那裏講了美國的立場 我稍後回來再詳細分析 深藉口快兩週年 請大家繼續支持我的月定計劃 打開網址就看到了 又或者你用PayPal 繼續付款給我 用最新的轉數快 用這個號碼 任何銀行戶口都可以轉數給我的 用PayMe匯豐銀行的93315439 都可以轉數 又或者你用這個 八達通的好儀比同樣一個號碼 都可以 拍照都可以 你可以寫支票 畫線的 寫這個名字 寄去這個地址 我都收到 你要我的銀行戶口號碼 Facebook PM我 請大家繼續支持 深藉口快兩週年